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 世尊告清净会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你等人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 请问如来见次差别 你经地听 当为你说 使清净会菩萨哄教欢喜 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善男子 圆解自信 非信信有 寻诸信起 无起无证 以实相中 实无菩萨及诸众生 何以故 菩萨众生皆是幻化 幻化灭故无起震者 必如眼根 不自见眼 性质平等 无平等者 众生迷倒 未能除灭一切幻化 遗灭 未灭 未灭 旺功用忠 遍嫌差别 弱得如来 及涟随顺 食物 及 及 挟灭者 善男子 一切众生从无时来 有妄想我 及我爱者 曾不自知念念生命 故起真爱 丹着武艺 这段佛陀告清净会菩萨的 这段话 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 因为整段话当中 都是等于是白话一样的 讲得很清楚明白 只有一个非性非有 这个解释非性 也是讲言解 不是性 叫做非性 也就是非性呢 言解的时候啊 跟一些的这个 所谓这里谈到的性 应该讲是现象 不是现象 不是种种的一种现象 根本就没有现象 那么后来又讲性有 就因为有了现象以后 才会有种种的这种现象出来 种种的变化出来 就种种种的差别出来 这个是非性非有的这个意思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另外呢 他讲在十相之中啊 实在没有菩萨 也没有所有的众生 也就是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那么 那么连菩萨 也是无的 在十相之中 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讲 佛陀就讲到 这个 没有正德的人 也没有未正德的人 性质平等 性质平等 一切现象啊 都是平等的 这里面所讲的极灭 也就是一些环绕 一些环绕啊 一些的这个 种种的事啊 都是属于极灭的 都是没有的 连烦恼都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是 这个 众生啊 从无始以来 从很久很久以来 一直到现在 都是妄想 妄想有我这个我 妄想 他自己本身的爱 本身的恨 那么在 每一个念头之中啊 念念生灭 又起这些因缘 然后呢 是 这个 沾走武艺 武艺啊 这里所写的 就是 财 对于金钱上的迷 色 对于有形的这些东西的迷恋 明 对于自己的明 啊 的一种迷 食 对于饮食的一种贪欲 睡 就是对于睡明的一种喜好 这个就是 成为武艺了 其实武艺 也可以讲是 色 生 香 味 醋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欲望 在我们 人身体的欲望 也有色 生 香 味 醋 那么色呢 就是看到美了 他就喜欢 声呢 听到好听的 他就喜欢 香呢 啊 闻到这个香味 他就喜欢 味呢 好的一种味解 他就喜欢 醋呢 觉得啊 有细 滑的 他就喜欢 这就是产生一种 五种的欲望 这个佛陀在这一章里面呢 所提到的 其实可以是讲 刚开始讲的时候 也是讲 平等 无差别 也就是讲 这个佛的境界 是平等的 是没有差别的 是虚空的 是无自信的 是非信的 佛陀主要还是强调 以前呢 在前几章 所谈到的 其实佛陀 应该讲起来 他是在 潮冷患 因为这个已经 讲过很多次了 他每一章 他都要提起来讲 都是空患 都是泛化的 菩萨也是泛化的 所有的众生 也都是泛化的 根本就没有的 要到了非信的境界 没有一切现象的一种境界里面 就是平等 无差别的 虚空中的虚空 佛陀在以前 在这个颜洁经的前几章 也都是提到这个 现在到了这个 这个第六章 他重新在潮冷患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 容易有健忘症 他偶尔要给你提醒一下 好了 苍疤 他就忘了 痛 痛的时候就 很痛 苍疤好了的时候 他就忘了 人是容易健忘的 容易遗忘的 所以佛陀在这个颜洁经里面 几乎每一章都要提到的 这个空 灰性性有 本来就没有什么现象 所以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神 无菩萨 讲的都是这些东西 平等无差别心 平等无差别 悉空 中的悉空 那么他又讲 这个众生啊 因为有我相 先有我相出来 我相一有的话 才会有财 色 明 十 岁 才会有色 生 相 畏 处 那么一切烦恼的根源 就是有我的这个缘故 所以这个 佛陀也是强盗 一个修行的基础 就是要先修 无我 金刚经里面也提到 第一个就是要无我相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融入虚空 才能够证得这个真实相 那以前我曾经 跟人家讲 这个世界 整个宇宙啊 世界啊 都是凭你的感觉 出来的 你自己想一想 假如人的生死啊 一死的话 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会不会相信有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为你存在的 想一想看哦 假如你死了 这个世界是不是没有了 这是一种哲学思想 其实这个世界还在的 然后我死了 我晓得 当然还有我的这个儿子啊 女儿啊 存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事实上还是在的 但是你死的时候啊 你假如完全没有知觉了 这个世界存在 这个世界存在不存在啊 跟你毫无关系 这个世界虽然存啊 存在啊 但是事实上 也可以讲是不存在的 你说对不对啊 好像我们一个哲学思想 这样子想 假如 你没有了 这个世界对你 产生不了什么关系 这个世界存在跟不存在 根本毫无关系 这个世界还存在吗 应该讲是不存在了 因为没有你 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 你是世界是中心的 这个世界是为你存在的 当你没有了 存以不存 实亡也 实在是没有 所以可以讲 这个世界也是幻化的 其他世界 跟你没有关系的世界 你认为存在吗 是存在的 但是在你的感觉上啊 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现在讲哦 我们没有到过夜球 只是看到夜球 当然阿姆斯壮 对夜球世界 他认为夜球世界 是为我存在的 因为他一脚踩上去 这个世界 他终于踩到了 他跟这个世界有关系 所以他认为 夜球的世界是存在的 今天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没有到过夜球 没有到过夜球 只是看过月亮 但夜球世界是存在的 但是根本上在你的意识里面 根本是毫不存在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不要谈得那么远 我们谈蚂蚁就好 蚂蚁他也会讲话了 他有疑疑 按照科学家去研究蚂蚁跟蚂蚁之间 他们是会谈话的 而且蚂蚁国跟蚂蚁国 是有战争的 有时候你会看 哇在墙角 死来一大堆蚂蚁 原来是两国战争 这个那边 那边比较强 就把另外一边杀了 这个人羊马蚂 血流成河 死堆如山 他们看起来 哇蚂蚁死来一整排 因为他两国战争 没有办法 一个拿白旗 一个拿黑旗 两国这样 就这样子 在那边骑马战 就杀了一大堆 我们谈蚂蚁国就好 蚂蚁跟蚂蚁是会讲话的 他们两只碰到了 同样在搬粮食的时候 两只碰到 会对谈一下子 两只在那边对谈 就在那边讲话 讲话讲了以后 他会散开 一只往这边走 一只还会往那边 他跟他讲 还有没有啊 有啊 还可以再搬多久 两只就走开 这样 会对谈的 你看到蚂蚁跟蚂蚁相碰在讲话 没有我小时候很喜欢观察蚂蚁 我也烧过蚂蚁 也被蚂蚁咬过啊 我自己也被蚂蚁咬过啊 我自己也被蚂蚁咬过啊 那个红蚂蚁很厉害的 爬到这里来 咬你一下 火火了 那只下一个就飘起了 打他一下 他就掉下来 就死掉 现在不可以这样 这个是杀生 还烧蚂蚁呢 我看蚂蚁 好多蚂蚁在那边啊 把纸铺起来 就点火 就把它烧 等一下他就变成那个 烤肉 不能吃了 烤蚂蚁 一下子他们就翻了 都死了 轰一吹来 就吹走了 这个都是杀生 不可以的 科学家 用那个 就像我们人类的 那个助听器一样 把蚂蚁的声音扩大 然后听了 知道蚂蚁跟蚂蚁是在讲话 叫鱼 蚂蚁的语言 蚂蚁它会出来 那么像一个国度 一个国度一样 很多的 他们科学家听到 我讲一个鱼语给你们听 鱼语 这个鱼语就是防止这个鱼 鱼公寓的语 鱼呢是语言的语 这个假蚂蚁碰到蚁蚂蚁 然后最近好吗 那蚁蚂蚁就回答 很好 那你哥哥呢 假蚂蚁就问你哥哥呢 他突然暴毙 怎么 怎么暴毙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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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蚂蚁就问他 怎么 你哥哥暴毙呢 这个鱼蚂蚁就回答 天上啊 这个 突然间降下一个无形的 无形的这个好像就有 有一点纹路的啊 有点纹路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 他遭天谴 老天惩罚他 突然间有一个纹路的好像 弱色的东西啊 压他一下他就死了 就暴毙了 他只能够这样子讲嘛 对不对 两只蚂蚁对谈 这科学家一听 奇怪 这个弱色的东西 原来是费经法师的指头 呵呵呵 那 它降下一个弱色的 眼滚的这个 球下来 把他咖咖一下子打死 真 但是一下子这个 眼球像飞碟一样又有不见 就是这样子 螞蚂不知道有人类的 在他们眼睛的 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不知道有人类 这个人类的世界 跟它毫无关系 跟蚂蚁国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纪律 我们很远的这些世界 我们根本没有它的印象 像佛陀讲 佛的世界 佛的净土 佛的境界 跟我们纪律好像很遥远 你从来没有办法 在脑海里面去想象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 同样的 在蚂蚁国里面 这些这个西空降下来 这个若瑟的眼滚的球 压在这个人的 压在蚂蚁的身上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能够假如突然间暴毙 你说是不是 他们的眼中 从来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的人 不晓得 因为他们的眼睛距离有限 只能够看到一点 所以这个存在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不存在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你说蚂蚁的世界 怎么知道有人的世界 那么人怎么知道佛的世界 这个除了佛陀告诉我们 言解以外 所以对于西空中的西空 那种佛的境界 是很难去完全给他说的明白 但佛陀在颜解极里面 就专门讲这个空性 其实空性应该只是一个空 空本来就是没有现象 所以也是非性 就是佛陀在颜解极里面 就是平等无差别的 然后我今天传给大家一个法 传给大家一个法 因为今天啊 我不讲什么 我今天传给大家一个法 这个法听到的有福 这个叫隐空续命法 是我以前发教的上师 他教给我 什么叫隐空续命法 就是面对着虚空 把虚空融入自己 一直到感应的时候 你寿命就可以延长 对于这个有寿命的威胁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法 隐空就是把细空吃掉 隐啊 这个隐食的隐 隐空续 这个延长命 生命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发教的主师 传下来的秘密法 为什么吃了隐空啊 他会长寿呢 会延长生命呢 因为隐空的生命啊 本来就是无穷无尽 你只要把自己啊 能够融入隐空啊 你也就能够无穷无尽 他的道理是这样子 但是这当中 当然也有宜昼意识 他的生命力加持在你身上的这种眼光 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清晨啊 早晨起来 太阳还没有上升 西空中还在朦胧的时候啊 但是有微微的曙光 面对着东方 不是太阳升起来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还在水平线底下 但是西空中 有亮光的时候 你把你打坐 也是对着这种东方打坐 然后把西空中 全部观想成为蓝色 蓝的 全部都是蓝色 蓝色 然后呢 你把自己观空 自己观成空的 把鼻子扬起来 把西空中的蓝色 整个虚空的蓝色 吸入你的鼻子里面 晃到你自己 全身都变成蓝色 然后把虚空中的蓝 吸光了以后呢 你闭住呼吸 呼吸闭走 观想自己全身 都是蓝色 也就是说 你把天地之间 蓝色的这一个 整个光明 全部吸入你的身中 然后观想这个蓝色的光 跑到你身体的各个部位 包括脚趾头肩 手指头肩 包括顶 包括前身都充满的 再来 闭住呼吸 闭住呼吸 一直到像饱瓶气一样的 像饱瓶气一样的 把这一股气 在你身体里面 在那边回荡 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 再轻轻地把这一股蓝色的气 给它吐出来 然后再做第二次 看着西空 化为蓝色 然后再吸进来 到你身体 再充满各个部位 到闭不住气的时候 再吐出来 再把蓝色的气 再吐出来 这样往复的做 一直做 做到打额为止 打额 怕也 你只要打额了 怕也 今天做了 不怕也 不要紧 明天再做 后天再做 一直做到打额为止 就是相应 这个时候 你的寿命就会延长 方法很简单 这个叫 隐空细命法 这是 密宗 发酵 这个祖师 这个碧瓦巴 传下来的话 然后我是这个 撒迦真空 上师 传给 世尊的佛 那么重点呢 在 西空中 都是蓝色 你的身体 也要变成蓝色 你看那个 严死佛 严死佛的身体 也是蓝色 因为蓝色 代表着 这个整个西空 我觉得 我们在 一个行者 一个密教行者 你的心 要跟 西空中 一样 修行的心 要跟 宇宙之间的 虚空中的 这个 宇宙意识 一样广大的心 你能够体会到 宇宙中的心 你的意识 跟这个宇宙的 这个意识 完全一模一样 你能够融入 宇宙意识之中 这是行者本身 他能够 用自己的心 跟自己的体 去融入 这个时候 你会 获得 这个 广大的 加持力 得到了 这个 整个宇宙意识 的加持力 你就会 整个 通通都会 超越 跟转变 跟所有的 世俗人 就有 不同的地方 跟凡夫 跟圣人之间的 差别 就是在这里 因为 凡夫 他有凡夫心 他的心量 只限于凡夫 宇宙有宇宙心 他的心量 是广大无边 心量 是广大无边 才会 有平等 无差别 所以佛陀讲 圆满的 洁物 完全 就是在这里 所谓 圆满的 洁物 就是平等 无差别 不止 不破 广大 圆满 无边 无际的 宇宙意识 这个是无上智慧 就算是菩萨 他也有他的境界 声闻 有声闻的境界 颜解 有颜解的境界 这个天神 有天神的境界 这个佛的境界 这个佛的境界 根本就是无边无际的 只有这样子才叫做圆满的结物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妈的背面好 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 太阳便没有升上来 但是天空有曙光 那灰蒙蒙的把他全部观想成为蓝色 把他吸进来 闭住腹息 然后到忍不住的时候再吐出来 要自己前身也观想成为蓝色 在互相融入这种现象 到时候你整个人啊 就会进入这个空中的 跟西空中融入 这个寿命就会延长 要打额 要怕额 有怕额才叫相应 没有怕额 那个病人啊 或者是寿命要到的人 就治不好 为什么要怕额 怕额就是通气 好像病人啊 开刀以后啊 他一定要放屁一样 这个气通呢 一下表示气通 但是我们不能 不能说修这个法以后 这个放屁 他是气通 是从上面出来 说 怕额 就是气通 这个气通的话 就表示说 你里面的这个 五脏没有问题 经过这个 这个加持以后 就没有问题 重点在这里 因为 我一定会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非常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